刚刚我看你摆那个步子 你是要学小刚 就是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吗 因为小刚老师在我心里 他是一个很质朴 很用心的人 所以每次在台上 我看他的视频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很少有动作 只有这个 就是这样简单一个造型 然后一首一首经典的歌曲 就自然地流露出来 位置是无错了吗 是位置 没有没有 我其实是有招牌动作的 我的招牌动作是 问天 问地 我问自己 其实我们知道 石头是一位模仿高手 今天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怀疑你这个喉咙这里是有 有一个表吗 还是有一个转弹 你自己把它拧到那儿 就可以 就是百分之百神色地 学到那个歌手的声音 也算是给今天的选手 一个建议 就是想把一个人学得 唯妙唯笑 然后可以到 以假乱真的程度 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你尽量地尝试 用他的声音去跨界 去做各种尝试 你打一个比方来说 可以用别人的声音来唱 小刚老师的歌 就是这种 所以你可以用其他的歌手 来唱我的歌啊 也可以 也可以 用其他的歌手 用其他歌手的声音 对 用学友 张学友 当记忆的线 纱绕过往支离破碎 是荒乱占据了心扉 阿宝 你打的 把这 我的歌手 是 我打的 我打的 你打的 我打的 我打的 你打的 你打的 我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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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漂亮 花儿本子蝴蝶 苦言可以收费 寂寞杀臭 我该死年生 好 那我们先三位 请三位评论 谢谢